大家好 早晨 我是高登仔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 topic 就是一個網絡的前輩 其實我也是一個前輩 就是Bumba 連下有個 post 就是Bumba 真的很7 他到底說什麼呢 如果連資比較久 在網絡上打滾 聽得久 看得久 Bumba 也是一個比較出名 還有比較舊的一個 叫KOL 那時候還沒有叫KOL 究竟說什麼這個 post 就說 Gol J Tesla Tesla 他說 想當年 上學的時候 人人都在說他 當年算是很高質 如果沒有百元事件 不貪心 一會兒會說什麼是百元事件 一直發展下去的話 現在的微辣 合作中的四個叫做機構 在之前那段影片我也說過 四大YouTube Channel龍頭合作 真的不會有他們的粉 應該是Bumba做了龍頭之中的龍頭 微辣都走到一邊 不過7分了就7分了 之後還要出來7分多次 可以說真的抵死 好了 講一下吧 Bumba 上當年 在Youtube界 還沒有很驚醒的時候 他已經出來拍片了 那時候 跟現在比 當然沒得比 但是那時候 我記得我看的時候 他都很有創意 他都很有自己的idea 很有自己的設計 全部的東西 很多人收睇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人支持他 那Fogg 也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上當年他拍片 也很有idea 還有他也是有一個潛質 去做一個很好的網絡人 或者說什麼nator 後來發生了歷史之中的大件事 百元事件 話說 Bumba 開了一個頻道 那時候 我們是否叫做走得太前 因為那時候 全部的東西都是免費 在網絡的資源 看的片 聽的歌 那時候 很多資源都是不用收錢的 當然 有辦法我不知道 那他就因為很多人支持Fogg 他們那班 Bumba 還有那些片 也是很好看的 那我都 我都 只能說他真的很好看 那他就 開始說要會員制 那他就開一個網站給他看 那他就要收百元 那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就不不了了 他跟著就出聲四起 也都 不是沒有支持者的 有些人也都加入了會員平台 他做了一個platform 那後來 後來 我想當年是沒有加入的 因為我自己的心態 都是 都是免費的 那沒理由要我付百元 這個也是一個心態 就好像 想當年 每個人用WhatsApp 說要收百元錢 都起兇 說不再用WhatsApp 那樣 那當然是 後來沒有這樣的事 那 跟著 Bumba 八元之後 結果 就 虛聲四起 也都 沒有人願意 再去 這個 支持Bumba 那 後來Bumba 就 一直去 衰退了 那 也都 再沒有跟蹤 那後來 很多後起之秀 出來 發片 很多網絡人 做不少的 talk show 拍不同的片 那 都是很好的 一個 知名度 後來也都消失了很久 Bumba 到後來 那 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那 那 他真的上了水 是嗎 上了水 也都出了兩段片 出了兩段片 出了兩段片 那 跟著 就是 就是 試水溫 我們 網絡人 叫做 試水溫 究竟 怎麼樣呢 他拍得好沒有呢 是否可以繼續去支持他呢 那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 是 總共出了兩段片 那 都是 關於 香港的 兩性關係 那 那 那 都是 希望 會有一個 從頭再開始的感覺 上當年我看 那 但是呢 又很奇怪 出了兩段片之後 又 沒有再拍了 那 那我的網絡 說 究竟做什麼 對不對 究竟你想怎樣 是吧 你 你 出完片 跟著又 又好像消失了 那你真的玩我 是吧 那 究竟那兩段片 是什麼 那 那兩段片 就是 真的 在說 一些 叫做 跟女性關係 什麼 我的女友是 這個 什麼 KOL 還有 我的女友是 這個 什麼 什麼 MK妹 那 我有看的 有一點點 上當年 泵打的 一些 就是 怎麼說 照片 就是 照片 的一些 那 但是呢 出了之後 就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了 影 沒有了 那 那 就是 最近那次 就叫做 我的MK女友 就已經去到六個月之前了 但是你也不要說 他 那時候都有 十三萬 的 也有 十三萬 的 然後 也有很多評論 叫 Boomba 那時候 那時候 都不怕跟他做宣傳 他都 他都 其實現在都沒有出片了 另外一個 我的 網紅女友 都有十萬 那 其實 大家是不是 不支持他呢 我覺得 是 大家都有些支持 他 是不是 但是 原來 很多人 就說 原來我支持了 Boomba 原來最7分的那個是我 即是 他出了片之後 接著又 寫我們 不故 其實 那些網友都很生氣的 其實 是不是 他是不是走得太前呢 上當年 亦都是 有網友說 錄到旺角就說 他不是 是不是走得太前 亦都是自視過高呢 這樣 Boomba 除了Fox之外 還有一個叫Kibi的人 那他真的很好笑 我很欣賞他 那他 他上當年拍些片 我真的追著Kibi 即是有Kibi 有說 我都追上去看 他呢 那時候拍些片 很好笑 他呢 每一段片都好笑 很好笑 即是你找不住 要笑X他 但是他後來就 離開了 之後自己 獨立拍一些片 就開始有些 不太好笑 那樣 但是anyway 其實我覺得 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 網絡的人 來 拍很多片 去 帶給大家的娛樂 其實有很多網友 都不明白的 為什麼他們 突然會沒有了 聲氣呢 是不是 所以呢 頭雞爸爸呢 也有說 他 其實 百五百塊 其實都沒有關係 啦 最大關係就是 Kibi 退出了 他們就 就沒有了一個靈魂人物 OK 所以呢 現在很多網友就說 之前拍了這兩段片 MK女友 加這個 我的 網友 旅遊之後 兩段片 現在有潛水 就不出來交代 其實你們想怎樣呢 阿Bumba 我高登仔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出來 有一個交代 是吧 喂 我們真的有支持你 你看那些view數 其實你們在一部宣傳之下 都有十幾萬view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 影評人的了 真的有很多網絡人 即是 講真一句 你怎麼都要計算一下 是吧 有十幾萬人 喂 你玩不玩 繼續玩 不玩 你想怎樣玩 你都說一聲給我們知道 不要整天都這樣去 又給我們期望 又不知消失了一段 那所以 我都希望 你們呢 如果可以的話 出來了 半年了 你們交了什麼 做不做事 你們都說一聲 不要這樣 是吧 那也都有 連登的網友觀察者 就說 Youtube來說 Youtuber來說 他們拍攝的硬件 是都算好的 但是 就期的編劇太廢 最致命傷他們沒有公關 Walk是太X喘 所以 其實他都說了 其實 收100元 不是一個致命傷 現在很多 說真的 Patreon 很多人用Patreon 都不知道這個價錢 是不是 100元 其實現在都不算是什麼 但是最重 大家支持他的時候 他就好像當大家 就是 揮子出來 揮子出去 你說出一下片 我們就支持你 現在支持了 你又收了 工 那你想怎樣 是吧 其實呢 如果 你用Youtube平台 現在分享制度 其實是有得做的 我都希望你是否可以 就是 出來做些事情 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你其實那兩段片 我看到你 限定還有編劇 是有的 但是其實現在 這個世代沒有所謂 你 只是出來拍片 我相信都會有人支持 但是如果你繼續這樣 消耗自己的一些 過往的成功經驗 以後呢 就真的可能再沒有人 去做的了 那所以呢 有些人呢 都當然可以說 這些這樣的 短片爆破式 做幾年就收檔了 他收百元 是只不過提早自己 就是自殺的 是吧 那不要這樣說 他 拍片是有質素的 我自己覺得 我看了這麼多年 我其實覺得 他們一定有進步的 但是當然有些KOL 都說 他們又囂張 特別 Ford又囂張 又成這樣 又不出來道歉 那你現在又欠了錢 不如把它收拾去算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問我高登仔 我有什麼意見的話 我覺得 如果 你們真的想上帳出來 試一下專注在一個平台YouTube 先 OK 或者如果你們真的覺得要收錢 那就Patreon 沒有所謂的 院者上調 支持你的 就去Patreon付錢 是吧 不支持你的 那就不看了 或者是一些 不知道是怎樣的 就在YouTube看你 是吧 那你只要做一些事情出來 就說 大家都會 香港很羨慌 而已 他會支持你的 是吧 是吧 大家對你的期望 是吧 大家都想 看看你現在想怎樣 是吧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 希望在這裡呼籲 高登仔 那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們要搞好一些PR 不要突然又 又六個月 就潛了水暴的聲音 那你 找一個PR 或者你自己 那你有空 去一下IG 放一些消息出來 是吧 有空去一下YouTube 又放一些影片 你拍Vlog 都可以的 是吧 我當你有堅持 不不複做這些課 好像 是不是我高登仔 我出來說一下 給大家一支娛樂資訊 大家 給大家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都可以的 你不用下下剪到 好像電影 那樣的 是吧 各有各做 各片有各片的質素 所以 你最致命的就是PR 你要去一個 就是人人關注的點 有一個合理的交代 公眾 有一個合理的知情 做好一些公關 我相信你們 一定可以做起的 好嗎 其實我們都 高登仔都有很多人支持你 我希望你可以 努力 是不是 首先 出來交代發生什麼事 出來之後 就不要再潛水 潛得那麼大 是不是 不要潛得那麼長 好像沒有交代 好嗎 那 講什麼的東西 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Subscribe我的影片 還有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 拜拜